然後去年的冠軍我記得是Bripo嗎 對 Bripo是善用了這個地形變化 然後拿到了冠軍 Bripo的話他其實 因為我聽他的賽後採訪他其實蠻聰明的 因為他那個時候都是近戰打遠程 那他的關鍵點就是他近戰一定要秒清兵 所以他是選擇那時候的鱷魚跟人馬 然後最後一波進去的時候 直接把那個遠程角的大波兵線直接清掉 然後跟他打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還有小作弊 就是選了一個青龍刀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已經在正式的伺服器 沒有這個裝備了 他突然就是有點嚇到 哇這個是直接虐殺 哇Ken勇 Ken勇直接虐殺 他比卡納還會玩克里斯塔 而且是月塔殺 對 那我們看剛Rundown 好像前面的第一場都會比較用這種 就是已經打過的VOD形式 那我也要講一下 剛剛那個其實並不是